各位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这个时间 由我来和大家分享 关于我们台湾海牛方面 对我们未来台湾政府 要建设台湾一些的生活 今天我可以 开车起来的时候 我和一个朋友在车上 你说一件事 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 就是要向中国人的思想 中国人的文化 是风太多了 没关系 没关系 风太多了 我们在这里说了 说我们这个禄力的目标 要脱离国民党和中国文化 搭来台湾 把我们通知 把我们影响的口子 要把它脱离 说起来很简单 没那么困难 我们现在照我们法律的论述 这条路走 比如我说 万两年 近一年 我们就能够把中华民国 这个流氓政府 请回中国 中国人回到中国 但是 大家要有一个警觉 我们所遇到的人 很多人 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都很沉默 所以我们要脱离去中国 这种文化 把我们通知 形式的通知 很简单 但你要脱离中国文化 中国输上 把我们的影响 没那么简单 大家要拿走 去照自己 我们有受到多少的影响 我们做一个事情 在做的时候 我常常在外面 说明 我们台湾政府 这个论述的 这个内容 我们所走的路 但是 有很多台湾人 本土的台湾人 大家开始 没法接受 都很好的 甚至有到 我告诉你 他叫四五年四月 这个日本天皇 在台湾 实施民地宣传 他总跟我 会笑 说那没成 那没成 是怎么没成 含他 所嫁瘀的 违背 冲突的 他就跟那没成 他在没说 他在说你 这是怎么来 这是台湾人 长久以来 是中国的 这种文化的 输送 影响 所以大家要有警觉 我们要接到政权 是很快的事情 但是 我们要建设台湾 变成世界一条的国家 我们和世界 有公道理的国家 要平起平坐 要和他们来处理事情 我们必须要把中国文化 把我们 唐独的 这些 在我们城区 中的这些独属 要完全 在我们城区 拿掉 这给大家看出来 这其实 对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 政策 在台湾 中华民国政府 在台湾所实施的政策 你会看出很多很多中国文化 在这里流下的影响 这影响 其实是对我们台湾一种特殊 我们必须要把它拿掉 由韩友这个 主题来说 我们能看到 现在我们对台湾 目前对韩友的概念 和我们现在 我现在所说的 很多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当初 拿出的四个 我们海洋的概念 我们台湾四边都是海 这海洋对我们台湾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的经验 里面 都跟我们说 海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我们不要去海边去投 会去水渡市 海里面很恐怖 看不到 我们在面前看不到 海有多少 跌下去会怎样 很多 牧面金鸟的 惊慌 我们的教育里面 都一直跟我们说 这是什么 这是因为通知 现在不让台湾人去接近海 不去接近海 结果 你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你不知道说这个世界 其实海去边 还有很好的地方 然后管理台湾里面 你想想什么 你知道什么 都是他给你的 所以我们在海洋未来建设是我们台湾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所以我今天用这个时间来含大家分享一些对海洋的概念 海洋有四个概念 我们未来要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海洋的问题 因为海和陆地不一样 我们在陆地和陆地收集的国家 很简单 可以决定说这边是我们这国 那边是你们那国 我们把土地上架了 作围像 这样这边就是我们的 那边就是你们的 地匪发生很大的地团 地形变 不然不改变 这个概念非常清楚 但是对海洋来说 不一样 海会钻起来会落去 海洋面上的概念 没那么简单 让你有一条算 说这是我的 那是你的 因为那地形 海边的地形随时在变动 所以要怎么定 说对于是我们的海的领域 对于是帮的 对于是共同的 这在世界是一个很大的研究的学问 这里面不是说我们用传统的书像 像法有法度去改革 所以未来要决定 我们海团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有专门的人 来研究海是什么样的情形 我们要和国家和其他国家 来决定说这边的海是我们的 这边的海是你们的 要用什么的理由来和他们谈判 我们对海团必须要了解海 第二就是生态保佑的问题 生态保佑对一般人来说 常常想到就说 我们生态保佑 我们就有法度把一些很漂亮的椒子 很漂亮的鱼子保留起来 我们都会看 最简单目前看到的 我们在澳洲 澳洲人口含我们并者 他也2000几万人 台湾也2000几万人 但他每个人贪的钱是我们的三倍 他们的GDP是2000几十年是6万几块美金 台湾到2000几万出头美金 是什么变一变一个人 他们的人贪的钱是我们的三倍 根据调查 他们澳洲说贪的钱是什么钱 他们澳洲说贪的钱 他们分析后发现 那是叫做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 简单说就是带人去出头 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大宝礁 很漂亮的 现在全世界人想要说 大宝礁很漂亮 漂亮有什么吸引人的所在 有这些很大的酒磅 你会唱水下去 会去吃酒磅 和那么大一样比你人家大一样的鱼 会在那里陷入一场上 人生这样就有隔壁了 你为了要去大宝礁和这些酒磅 陷入一场上 你想你要花多少钱 简单说 你就要坐给人家带去澳洲 带去澳洲之后 你会在那里大 你不可能当天来回 所以你会在那里大 因为附近不是大宝礁好赏 他那里澳洲在南半球 我第一次去澳洲开花圈 我看他说 那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我第一次在那一张酒磅 差不多五六块 几张酒磅 在红粉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睡觉 在那里面要吃饭 我看到酒磅很奇怪 怎么的红色力这么多 因为几张酒磅 都有金刚英雄 那是台湾没办法想象 一张酒磅面上 我们看着一张酒磅 住在八零四 住了几张酒磅 但是你看到金刚英雄 那漂亮的酒磅 住了几张酒磅 你会觉得五六块的酒磅 几张都是金刚英雄 那是白色的所在看不到 所以你去澳洲 你第一次去唱水 还有很多天然的景观 很漂亮 你会去看 所以去澳洲 你最后没办法住一礼拜 住两礼拜 然后你在那里住 要钱 在那里吃 要钱 在那里生活 要钱 然后你说要去唱水 唱水你要赚准 你要赚九年 要做装备 这样一阵来 你去澳洲 把你的 灰热 很漂亮的装品 住在你家的时候 澳洲 贪很多钱 要去这 住这么久 那酒磅 让你省上省了 要怎样 也是又留在那里 有一队的观光客 再来省上省 在我们台湾都怎样做 我们的酒磅都在那里 我们台湾的酒磅都是水三点 哦 那叫做 煮粿鱼 煮粿汤 哦 公共全部 我们的酒磅都是菜桌上 都在饭桌上 酒磅加一只就减一只 虽然到我们的酒磅都用池 是怎样要用池 因为池里就没有酒磅了 我们古早期待 我们的行春 那种珊瑚礁的地区 我们今天来介绍 那是和澳洲大宝洲的一样 一个珊瑚礁健康 就有大只酒磅 结果我们的 行春那些酒磅都走在 都走在百度地 那叫做 生态保育 第一个改端 就是要把这些生活保留起来 保留起来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保留起来 我们就会让人来观光 观光这类的钱 我们探了 那些酒磅 让你看到 陷入中心 他也是在那里 他不会陷入中心 陷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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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保留有一个比较轻的概念 有点轻的意义 我们人是一个很迟钝的生物 这个环境在变化 我们感觉没出现 我们感觉这个环境在变化 有潮的空气 有空气的汪汗 水变黑的鱼鱼鱼鱼鱼起来 水变炒起来 你说有水的黑鱼 但是在那边发现到人的感觉到 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变化进行 生物有一些生物 它找到的丝给你看 什么丝给你看 它捅不住 这个生物界里面有很多生物 它是对环境的敏感情较高 它的生死 死了就一个环境里面消失 生态保佑一个较深的意义就是 我们的环境的变化 我们是要丹到我们人已经感觉冻不住 自己改善 自己找原因 自己改革 还是说大家开始有时点奇怪时 我们就发现来处理这个问题 环境的变化 要改变这么困难 我们这里有高雄酒 住在高雄的人 就这里有一个叫前镇盒 前镇盒 前镇盒是炒多久 国民党做市场的时候是炒炒炒到 民进党做市场后又开始 来改善 改善要改善多久 到有话说 住在前镇盒的人 他在河边的房子 可以有话说开开 不去炒事 花了很久的时间 现在你看前镇盒的河水 虽然是不炒 但水色也是黑的 我们这里要把一个环境变了 我们已经人没法住了 要改变到回来 我们人有法住 住了会舒服 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环境 要住这么大 很困难 所以生态保佑 一个比较深的意义就是说 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生活 环境里面 还能住在一起的一些生物 他本来住在这里 如果无人间没去 无人间找不到 找不到代表什么 代表环境变化 人也不觉得还好 不是说同样 我们在这里住 日常生活都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人打拼 没有人中毒 人中毒打拼 那个环境已经人不住 到那个时候 你想要改变到 回后等的关来的观众 很困难 在我们土屋有一个观音工业区 那之前很多工业区在那里 那土都没装掉了 是怎样 都污染起来 装掉的地方出来就革命 那会很多化学 打下去的地下水 你现在说要改变那地下水 让它变成原来的地下水 同样的人都会喝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就是说 我们这次人可能看不到 所以我们人已经感觉 已经不对了 不败了 所以生态保佑一个 较沉的意义就是说 你要不要改变到人 没法度 喝酒之前有很多生物 它会不会去 如果我们以前知道 我们就能够找出原因来改变 来造成这个环境继续恶化 所以生态保佑有两层的重要意义 第一层就是对着我们的环境 如果我们可以让我们惊惊惊惊惊 有法住在一个公园的环境里面 不是一个工业区的环境里面 这个公园里面一定有很漂亮的椒 很漂亮的枪 很漂亮的鱼 很漂亮的鱼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就是我们要有那个境角 我们的环境在变化 我们有法度提早来了解 所以生态保佑对 每个国家都非常非常重要 第三点就是英俗发展的一个概念 我们刚才说的酒班 澳洲的酒班就像欣赏而已 台湾的酒班都台来吃 台湾人对吃非常有感觉 什么鸡咖也吃过都吃看看 好吃不吃 越鸡咖越多人想要拿来吃看看 吃了好吃不吃 都一定要说好吃 是什么 花那么多钱还不吃就笑 只好说好吃 好吃了 结果去面还有很多人 去把鸡咖的东西来吃 这实在很不少一个正常的人 在生怨 在我们西方的世界都没有人这样做 西方的世界他吃的东西就是祖先吃的东西 所以看中国人怎么吃那么奇怪 内装你吃 那不是很台湾的东西 但是中国人吃了很多东西 鸡咖 之前我今天听到一个说法 说国民党来台湾 吃鸡咖地 鸡咖地吃到鸡咖地 鸡咖地吃到鸡咖地吃到鸡咖地 所以他什么都可以吃 所以要把这种观念改变 英俗发展就是你利用之后 这个东西要继续 让你的精神还可以利用到 比如说酒油 酒油这种东西 抽一粒就减一粒 原来在鸡咖地多少就是什么东西 那些素量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要利用酒油来做未来灵云 这是一个没什么聪明的作法 我们要用太阳仁 太阳仁在头10天起来 我们太阳仁板把那些太阳仁 把那些太阳仁变成了 太阳仁变成了一粒的名材也比较难 所以英俗发展是我们未来利用汉油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用这个想法看有法度 我们用以后未来 惊惊惊惊 又继续看得到 又用得到 第四点就是国际合作的重要情 中国人都感觉自己很厉害 中国人都不想含人分析 自己所知道的东西 这由国际合作来说 就用快显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国际和策畜 一定要老两个保起来 是什么 如果全部给你加 如果全部给你加 你绝对有一天 比较厉害 我老的时候 你倒一倒两个来给我修理 我打不贏你 所以老两天来保护 他自己的生命 所以一台一台船来加 买了 我们的国际在台湾 只有变冬座做策畜 一些土甲的技术都失败 是什么 这是中国人的生活 他怕人的效 怕人的效 包括和国际合作 都没办法开阔心胸 和人做一些学术来交流 这未来对台湾来说 这是很少的国家 你说美国 美国很大的国家 他全世界主缘很少 所以他要研究 他都没办法 用自己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处理 台湾不可能 台湾太小了 所以我们国际合作 未来对我们这个秀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是你要和国际合作 你知道五国人 你说话 六个人思想的模式是怎么办 你也不知道 你还要用中国思想的风释 和外国人合作 你绝对很困难合作 不知道要怎么和你合作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和我老师 我老师是一个很优秀的科学家 他跟我教了很多事情 我为英国回来之后 我有一些小事情陪他说 我在台湾有找到一个人 有的我和我合作 他有时候记得去 当初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没有那个阶级 所以我没办法做 所以我现在想要用这个阶级 来做这个研究 我问他说 他的意见是什么 我老师我小时候陪他说 这个想法是当初 我们两个做会想出来 你现在要拿去做 这样对我来说有点奇怪 你如果这样做下去了 我必须要跟你说 以后我们很难合作 这给了一个很大的警惕 因为我对我老师很尊敬 我绝对没有可能背叛 我老师说我做做 这都是我想的 但是外国人 他对智慧所有权 就是说你是在想的 还是我想的 分得清清楚楚 我们的公平多大 这是我想出来的 我公平的7% 70%你30% 都分得清清楚楚 国势合作 就是要在这个基础的下 我们和国人 要平起平坐 我们要和国人 同样的思想 不可以想要 每个人都把我们赢 在国势合作的面上 这种思想是非常重要 在台湾 我们的国势合作 常常有这种情形 这种情形就是 因为我们比人家 没有灵力 所以变成外国人的路 很多我看到台湾和外国 合作的路 都是外国人 拿去研究 先叫说这是我们做的 台湾人呢 台湾人是做工的而已 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材料嘛 你去跟他们讨论的时候 你没有贡献你的头脑 你自己做工而已 你自己做工 外国人就把你当作工人 所以在我们未来 要国势合作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我们优秀的人 吹出来 心态要改变 这样让我和国势合作 我们都站在平顶的地位 要分享我们所得到的研究的成果 为了完成这六个概念 我提出六个方向 这个六个方向就是 真的要去处理工作的一个方便 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有法理 我们陈主席 我们对台湾的争论 有我们法理的议固 汉油未来要建设 也要有汉油法理 专门的研究的重所 含丹尼来做 第二点就是汉油安全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是汉油的国家 我们的台湾人会去投海 会去害民党去工作 去那儿吃头路 去那儿含人有志疾 所以害民党的安全 这是来很重要的部分 这包括科技含我们的物力两部分 第三就是汉油自然和环境的保护 我们刚才说环境 那个形态保护非常重要 你必须把这个形态保护 让我们颜海保护 环境就不会破坏掉 所以环境的破坏 还是说什么程度的破坏掉 或者说有什么形态已经不去了 这个就必须有一个专门的单位 来作研究跟调查 来控制环境的变化 另外第四点就是汉油的産液 汉油的産液在对我们台湾来说 我们古早时代才知道的 才知道自我们开出的 去把害的东西折起来 折起来后呢 折起来后就拿去哪里买 看哪里买 比较介绍得好就拿去哪里买 有时候遇到一些政治的原因 比如说在东港 当初因为遇到想要发展东港的産液 其实东港已经很好处 东港跟驰骑的驰骑很多人变得很好处 但是遇到要发展东港近一步发展 发明一条叫做鱼鱼寺 鱼鱼寺这个産液对我们台湾来说 打开市 做生做好 跟母亲节就最差不多我们这个时候 开始冬港聊到黑尾 就说有黑尾 那黑尾就代表在新闻地位好吃 结果把很多人去面来冬港吃黑尾 黑尾剂吃完之后 第一年第二年 又看不出影响 第三年以后黑尾越来越久 用纯都有好几万吃 现在智能清晰了 要是什么变成 要这样用来这种産液早饭的消息 所以海尾産液的概念 就不能用这种短视经历的方式 看着第一期的效果 后一年往上做馆长 那是应该的事情 我们这年做起来 你看这个馆长真好 让我们贪很多钱 但是过来就没有了 所以海尾産液 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我们先来介绍说 我们对海尾産物要利用 到底要怎么利用 当然不是两鸡而已 我们海尾産里面 还有很多主管 可以让我们来利用 在利用的过程 我们有一个概念 我们要利用这些 要把它变成産品 我们绝对不能用同片 譬如说之前 在台湾有一个叫做海洋生存水 台湾管政府担担支持 经济部也支持 抽那些水 因为说一个价格的故事 它说丹部的海水 如果百公司以下的海水 是由北极冰山 那种都没有给我们文明 污染到的海水 透过一个浮流 从那些水面都在海底 只能说就是 它送到台湾的东西 在台湾 所以我们说成立那六百公司 抽出来的海水 是北极那种的 没有污染的海水 而且那里面有很多 我们普通时 摘不到的微量元素 所以经济部和台湾管政府 导致很多人在那里 抽海水 将淡化之后 变成我们的 营用水 叫海洋生存水 一个很大的三页 但是我直接公开说 这是一个骗局 这是一个骗局 当初一周刊 为了要把骗局押出来 有找我们一些专家 那时候因为一周刊 他没说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对他没有说 有信念感 因为大家都说 是八卦的十字 所以记者来给我们访问的时候 我都要求不要聚名 所以里面有说的 有说不聚名的科学家 基点我一个就是我 现在这是一个骗局 根据海洋学 没有这个流 没有这个流 从北极流到这里 而且第二项 海洋生存水 他所抽起来的那些水 他没说 照正常的学历来说 他很清晰 很清晰的 对我们人真的好处吗 你把那些水 把它变成淡水 来喝 对我们人有好处吗 我有遇到一个朋友 他在买海洋生存水 滴消的东西 他来 他说 来来来 这很神奇 他会点在我的辖头 我说你说 你是在电线官 你变成什么 床头 他说不要 你感觉看看 我刚才点的那点水 就是海洋生存水 你有感觉 这点的所在 有比较收敛性吗 皮肤的变得比较鞍 如果摸到过去面 哇 腰痕都没进去 我听听他说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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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说了 你不要骗我 因为我是学校的 海洋生存水 里面的微量元素 所有的微量元素 就是你戳不到 戳不到 戳不到大家很快 对不对 因为戳不到嘛 你说我有 你说我说你没有 戳不到 说有了没有 要很快 因为这微量元素 因为陆地这些水源 都没有这些微量元素 我们普通是 我们祖先是喝到的水 我们敢喝海水 我们祖先就不敢喝海水 我们祖先就为 土壳浮水 搅拌水 搅拌水 搅拌水这样喝 当时有你喝海水 没喝海水 所以我们的演化 里面 我们人所需要的 绝对没有海底里面 那种微量元素 对我们什么帮助 我们没需要的 我吃了会变成什么 骗我 所以海洋生存水 是一个骗局 海洋生存水 为全世界 它的利用 我觉得有学理 有道理的 跟一种 就是把海洋生存水 挑起来 吃鱼 因为海洋生存水 的水那么浅 里面没有什么细菌 没有什么病毒 所以挑起来的水 来吃鱼 很清晰 鱼都免得拿油 所以那种在日本 海洋生存水 在日本最大的用途 就来做养殖事业 来吃鱼 让人吃 其他的说 吃到健康 没来培育 腰痕的毛衣 你如果有钱你去买 没关系 我是都没给你相信 所以在海洋生存水 里面 我们不能为了炭气 来骗 发生这种生存 实在是有点不对 也没意义 第五种 就是 我们对海洋 因为过去 教育的关系 我们对海洋 其实了解很少 因为了解很少 你没有认识 所以海 没法让你的生命 和你的教育 提供什么样的资料 所以你看全世界有很多所在 有出现 剃靠家 剃靠家出现的所在 常常有两个所在 一个是很高的山 不然有客户 我们台湾有客户 还有很高的山 怎么没有剃靠家 因为就叫国民党 叫你别想 别想和炭气 所以我们台湾出现的 科技人员 都很多 但是 受胸家很少 定义不 海洋的教育就是 因为我们四边都是海 海会提供 我们很多生命里面的主观 让我们的生命更豐富 我们来提供 更多对海的了解 我们对海的了解后 我们就发展海的文化 海的文化 为我们内心 为我们的灵魂里面 和海结合后 发展出来的文化 绝对世界其他的所在所看不到 但台湾就有我们的特殊性 我们的特殊性 我们的特殊性 就能利用 我们对台湾和海的关系 可以发展出来 所以未来 我们有可能因为海 让我们台湾人 这条诺贝尔文学奖 这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怕孙 我们现在要换下去 不是只说海很漂亮 海很漂亮 海水有很多种不一样的 展厨的水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我最近 跟学生的时候 我发现 是怎样我们对展厨的东西 这么多不感觉 我跟学生解释一个英文旗的时候 因为英文旗是有展厨的 我发现说 我们是怎样 台湾人 或是当方的思想 较没有那种赞厨 较没有那种逻辑的思考 和我们吃 吃食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 我们去拌豆 去餐厂吃的饭 叫菜 或是去人的宴会 人的香菜 人在吃到拌豆的时候 我们是怎样吃 那叫盒菜 一支支 为第一道菜 吃到最后一道菜 对吧 再来呢 那菜 放在面上 第一个应用冷饭 冷饭吃了 鸡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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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冷饭不吃了 再去吃冷饭 再来 整桌上摆一菜 黏不吃黑 黏不吃热的 黏不吃汤的 黏不吃乾的 吃了 你说今天饭饭没有 你就说好 真好吃 你吃什么 真好吃 真好吃 今天有鸡有肉 真好吃 但是你会记得外国人怎么吃 你吃西餐的时候 一定一桌一桌来 而且你的鸡丝一桌 你这桌菜吃完 他就要把鸡丝拿掉 你不可能说这桌菜 等一等一等一 我特地第二桌菜来的时候 我特地汤喝 绝对不可能 你喝不完 他也咆哨 所以这在生活里面 就开始 用心我们 产生的感觉到相反 所以对事情的看法 完全跟当方的人 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教育和文化 未来 我们就要用这个方式来改变 我们透过海牛对我们的 其实 我们有法度发展 台湾特殊的文化出来 然后海牛科学研究 台湾有很多所谓 我们刚才会提出一个例 全世界可能有 全世界感觉这个研究真的是很特殊 让全世界感觉好奇感觉有趣 不然这样 台湾当平有黑潮经过 黑潮对全世界的气候影响很大 黑潮这个楼被刺到 把那个烧水被北边拨 影响全球的气候的关系 尤其是太平洋这边的气候的关系 所以这个研究 不是只有我们有兴趣 全世界都有兴趣 所以我们海牛未来的研究 要与国座和京东有兴趣的地步 大家来出来出钱 来做会研究 这样在未来 在全世界 我们就会与人平起平坐 有更多与人站起来 好 有没有什么 一个美类的楼 我们现在 尾尾尺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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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那河出口的所在 水都会更流 那是正常的 但是更流 也不会变黄色的水 也不会变黄色的水 更流 是因为由山顶 把一些营养的东西 穿下去到河口 海水和河水在那夹的时候 很多藻类和繁殖 所以台湾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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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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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台湾目前真正的现状 和我们古早时代 红旧FORMOSA已经变化了很多 台湾无法度过像 英尊汉人的原因 当然 简单来说 有包括人和主人的流量所影响的 我们来看台湾的汉用的环境 来看这些汉用的环境 受到我们人和主人的影响有多大 在海边很多地方有看到这种 尤其四半边 七谷四湖 湿地生态 水淹起来 这里很多鱼 这是一个鱼很好的地方 我们有河口 刚才说的 山顶把那些营养的物件 搭来到河口的时候 这两边都常常我们台湾在那里鱼 炒鱼鱼鱼 或是鱼鱼鱼的地方 我们在当百边 很多这种岩礁生态 这岩礁生态含我们的四半边 那种沙地生态 不一样是 这些 定屋鱼 定屋鱼这些海湾就不会因为 海水的关系 这些海湾的去变化 因为这些天然的防波堤 我们四半边很多地方 当百蚌鱼鱼 如果没有当百蚌鱼鱼 这些土 有时候会变得多 有时候会没去 海湾会去受到海流 影响很大 在这个岩礁生态 因为定屋 所以是一个很坚固的 天然的防波堤 在这个地方 因为海水会比较沉 所以这些鱼鱼和四半边的鱼鱼完全不一样 在我们当百边 处于无关 就是这种大洋生态 我有一次在波士顿 去开花 就有营养去坐镇子 去看 他们有一个桑金的活动 去看海洋 我坐多久 坐到迷迷帽帽 迷到那时 还有人连头都抓不起来 说金鱼在那边 不要吵我 没有太厉害 但是在我们当百边 为花园 为娑娥出去无关 我就看到大洋的海洋生物 看到海洋或海图 我都看到 另外一种 这是比较特殊 对于全世界来说 有这种生态 这是我好好的 这不是专有名词 我是说那有温庄 所以叫做温庄的生态势 全世界有这种温庄所在 会形成一个生态 那些所在都差不多四五千公斤的沉堡 看不到立头的沉堡 在那里 那里的粮粮的来源不是立头 我们地球 因为有立头 所以滴物有什么光合作用 要来生产东西 让这些其他生物吃 在这儿打不到立头 照理来说是没生物的 但是这些是什么 还有这些红红 还有蚊子 有针子 这些一家 如果离开这个温庄 这个温庄的温庄就没有了 因为这个全世界有加特殊 因为它的粮粮来源不是太用 它的粮粮来源是流氓 这种一定是流氓权到 我可以建设一个四五千公斤海 内内 沉堡内内的一个生态系统 在我们台湾 我们没有四五千公斤的那种温庄 我们在东北边有一个地方叫 就是旧山倒 旧山倒 你看这白白这些 这白白这些 下面就是都温庄 而且这是流氓权 这流氓权 沉堆就会看 这是中庄建金融正明修教授 我们台湾因为他 高度站在国际部台湾 我们看到台湾说 台湾怎么这么厚 有这种生态系统 全世界跟台湾有其他所在没有 这个生态系统 和刚才四五千公斤的那种故事 完全不一样 要怎样来说这个故事 他在中庄的时候 他没有生命危险 流氓噴出来后 流氓吞到水会变成什么 变成流氓 流氓 吞到水就变流氓 所以这里是生态 这里在这里 那生态和草一样 所以是人家泡在草里面 他头问没有什么 他说他很大 在这里出口这些所在超过一百度 所以在这个温庄的附近 有更生 有更热 还有生命有 有这 这是台湾得有的全世界有这种 这种只有什么得数 现在你看看他的胸 看他的胸 看他的胸 在12点吃饭的时候 你知道 你要买菜是什么 买买 知道你去菜市看所有的 这些胸的胸是什么 咬到 就是这只胸的胸 像我们中途要吃饭的买买 没有 但是这只 这里面大的胸 他的胸是买买的 我们的胸要吃饭的买买 他吃饭 是什么 是什么 这些胸怎么在这里变成这样 郑教授告诉我 他当我们去做研究的时候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三不五十就是流水 海底要流水 他说白白的东西 水面流流流流流流 把白白的东西搅拌回去 那些潜围进去 会看 都洗这些鱼 洗这些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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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因为这面中是黑槽经过 黑槽 有很多浮游生物 经过后 这温床碰起来 有更生 有更热 把那些浮游生物 洗这些鱼 洗这些鱼 全部煮好 我们去菜市买鱼 你就知道 菜的鱼鱼是什么 透明的对吧 白白的是什么 煮熟 所以就要洗什么 就是鱼鱼煮熟 落下来 所以这些鱼鱼是很熟的 要是什么 他不用发展 那咬到的脚 因为他不用烧帚 这么好坦白吃 不管是煮熟 煮便便 吃饭 像我们中午十二点吃饭 就要洗就要让他们吃 所以这些鱼鱼在这 烧帽 就要把鱼鱼吃 就要靠就要 便要吸血 把鱼鱼鱼切不住 便要靠就要靠1点 所以一定要发展 像我们中午一时候吃饭 去吃饭 去吃饭 所以这些鱼鱼 它变成这种鱼 是理所当然 如果像鱼鱼鱼 还需要鱼鱼 吃不 所以这些鱼鱼 是它命名的 它好名的 它跟我說 你要用這張導致介紹 要特別跟大家說明 在網路上都說這隻雞肉是 叫做煮不死的螃蟹 它說大家要澄清一下 這煮的絕對會死 因為在我們身旁大家想說 這隻雞肉還能躲在這裡 不是 它躲在這裡 躲在椅膏 椅膏沒那麼燙 所以它煮的也是騎上去 這個鄭教授把這些雞肉 這款台灣的雞肉的雞肉 躲在這個雞肉的雞肉 它為什麼會在這裡發展 出一個生態的系統 這個故事寫了 發表在國際第一劉的機閃 這台灣生物的研究 可能它是第一劉 發表在最好的機閃 把全世界說 我們台灣有一個這麼雞肉的地方 有這麼雞肉的生物 有這麼特殊的可愛的故事 全世界沒有人知道 這就是我們未來海洋的文化 海洋的可愛研究 我們會發展的地方 台灣很多還有很多種的 全世界特殊 在生物界來說 沒有人知道的故事 我們會發展出來 再來這是珊瑚礁生態系統 這珊瑚礁對台灣來說 我們說古早時代 我們說古早時代 可能是一久北空年進城 人家說在那個河山場 還沒興建進城 台灣的昆町 是全世界有名的創作的地方 台灣和澳洲大寶礁 這是全世界兩個威力的 這珊瑚的素養和精力最多的地方 很多地方有珊瑚 譬如說夏威夷、關島、柏柳 他都有珊瑚 但他的種類都不像台灣這麼多 台灣有兩三百種 澳洲大寶礁他也是兩三百種 所以要來看珊瑚 看熏熏熏熏的來台灣看 但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多人來台灣倉水了 都走來走去綠島、歷島和南蘇 還有這種比較漂亮的珊瑚礁 珊瑚礁對這個地方有什麼重要性 這珊瑚礁是一個很特殊的生物 我們說地球的魚在哪裡 地球的魚是在熱帶雨林 也刺到熱帶雨林 因為我都把地球的惡氧化給他 所以我們說地球的魚是熱帶雨林 其實在海底 他這裡的珊瑚礁是海底熱帶雨林 他和陸上的熱帶雨林同樣的生態作用 你看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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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一種焦頭 骨頭一樣硬硬硬硬 那魚的小魚都藏在裡面 但是他有辦法收得更快的時候 收出來 大隻魚的時候要吃 小魚吃不到 他去吃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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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硬的 他沒辦法吃到小魚 所以在珊瑚礁生態系統 為什麼生物精類那麼多 那麼多種類在這裡生存 因為這裡很好在這裡生存 所以全世界的珊瑚礁 裡面生物很多種 而且我們不知道還有很多很多 全世界有很多人 是靠珊瑚礁在上面 其實我們台灣 某一種程度也是靠珊瑚礁在上面 它的產值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台灣有在全世界裡面 微厚的大寶礁和台灣有一樣的這種 美麗還有多元性的生物 生物教的生態系統 目前因為在這個狀態下 有四個很大的危機 這個四個危機包括第一 我們魚人的超多 第二就是這些全部所大的地方 去給我們破壞去 第三個就是全世界黑暗的問題 第四個是目前最嚴重的 企業變遷 民間這些三個問題很好解決 我們只要做一些努力 就有辦法解決 但是企業變遷 已經變得我們不知道有辦法控制 第一個就是魚人的太多 魚人的太多是因為我們捏魚的技術 進步太快 古早時代要捏魚 就要看準確你剛好嗎 你經驗好嗎 出去看天色 看水色 看影 要說魚到底在哪裡 在水裡面多禽 魚要放多禽 魚要放多禽 魚要捏起來完全農藥 現在不用 現在有魚探機 打下去之後 魚有多少吃 在水浸多禽 有的方向速度 完全知道 所以現在做魚前的準確 沒有什麼需要什麼經驗 有魚探機 大家都可以做準確 太久捏魚的結果 魚要捏得到要捏 這是過去了 1950年2010年 我們所捏的魚 做一個比較 你看像魚這樣 現在都在這樣 我們看得比較快 因為時間沒有什麼 結論就是 過期捏到的魚 都比較大 現在魚越捏越小 過期可以捏很多種 現在越捏越久 所以現在要 推薦一個關聯 我們說北極熊 梅花鹿獅子 還是山豬 我們都把動作野生動物來保護 我們跟郵先生說 我們中途要吃飯 豬肉 不然派一個人去後山 看有山豬 打其他東西吃不 那野生動物 我們不會把他動作 我們在最生活 要吃的食物 魚 我們這海牛裡面的魚 漸漸 我們也要開始改變我們的關聯 要把這些魚動作是野生動物 不要這樣動作 牠是本來就要 先來就要買我們吃的食物 還有就是 我們對海牛生物 這個概念開始改變 這隻就是幾年之後 這隻大白鯊 準確說牠做一個公益 不然牠還不知道 加死多少人 這大白鯊平常是不會加死人 牠和大個地方和人 外長的地方是不一樣的 所以不可能去加死人 這個加死人的概念 是那一部電影大白鯊 讓我們的觀念 牠好像有靈性 要來報仇一樣 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這個觀念 結果大家把大白鯊 覺得這是一個好的事 其實不是 我們如果繼續 要這樣捏魚下去 2048年 科學家就跟我們說 我們如果沒有改變 我們吃魚的方式 我們捏魚的方式 我們到這時候 就沒有魚可以吃 看來就是 他們住的地方破海 這是台東美麗灣 最近我接著一個E-mail 我們要去看魚這個 但是已經不給了 中華民國這個政權 如果沒有為台灣這個土地給它乾燥 這種乾燥高潔的事情 就是沒有辦法改革 環波蘇跟我們說 你們太慢太氣了 人家已經起到這樣 你太慢了 那就是事情 環波蘇跟台東管政府 和這些財團都站在一起 所以現在行政困在我們手上 我們沒有辦法 但是我都沒有把環境影響 評估的專家的名字 都記起來 放在我的電腦裡面 到時候我們接種之後 絕對要來處理這些人 當初你是拿多少錢 這個平面不行 為什麼不行 我們朋友他在做海的珊瑚的研究 他這是他協的 他在海裡協出來 他這裏裡有我們台灣 一個很特殊的珊瑚在這裡 你看這里這多近 他從門外出來 走去珊瑚交叉230公斤而已 這裡他開後開始燃燻下去 這些珊瑚絕對會不會 真的會這樣做 對他們來說 這家賺沒有魚賺100家 台灣錢賺之後 沒錢賺了 他們就去100家賺 但是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的小小小小 包括我們 還要住在台灣這個土地 絕對不可以讓他們繼續這樣下去 還有就是這個 叫藻礁 這跟大家比較不熟 這是瓦的礁石 它是一種藻類 它死了一般藻類 在日本來說 死了就變風氣 風吹就沒有了 淹風氣了 但是這不是 因為它有骨頭 所以藻類一頂一頂 這都是瓦的 這個打到裡面 它就繼續 一頂一頂一頂 這海盤就靠天然的藻類 流下來的礁石 在保護這個海盤 但是台灣管政府 為了台風要來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工廠需要有人去錶 為了當初 大洋山什麼東西 所以一定要來蓋這些藻籃 工廠費用一定要開 還是怎樣 把這些瓦的藻礁蓋 蓋藻籃 蓋藻籃之後 沒有打下去 這些藻類就死了 死了就沒有了 就不可能再瓦了 什麼人家 外來這裡不知道 要變哪不知道 所以這是台灣很特殊的一個生態環境 全世界沒有幾個地方有這種 有這種 有這種藻類 但是沒有形成一個礁石 沒有形成一個海盤 那這樣 台風的管政府 要把它撥掉 所以我們不快 把行政權拿過來 繼續這些 中國孫上的人 他看到台灣 對他來說 是一個過渡的地方 他這裡沒辦法 沒辦法回到中國 他一直到美國、Canada去 台灣對他來說 不是他的故鄉 他驚驚順順 不一定要住在這裡 所以他所做的工作 他沒考慮就是台灣的未來 所以行政權必須要快拿到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 把還沒去破壞的地方保留下來 當然在一個 工業發展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環境的火焰 越來越嚴重 很多本書 等到海底 我們本來叫做 海減地球百分之七十的民族 很大的 海又很小 如果一個很大的本書 你把它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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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不彈 我現在已經發現 你彈彈彈彈 在北太平 Cotton有兩個地方 兩個君 NF專 因為海牢 我們今天我們擺入海 vendors 我們 Mai 救命中有水 救你重 水會對著重 水在重的時候 弄到花 所以它的色環頭 所以洋流是這樣做成的 洋流是因為我們地球在那裡重 把這個水照著一個盤 開始對著重 同時這些土地變成洋流 在北塔邊有兩個粉塑堆 因為這個鴿棍 這些粉塑堆才有10公斤 都不會分開了 這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像這樣 看得到的後 其實是讓很多生物 不小心吃到的四季 你說這樣 我很聰明 人都不會去吃這些東西 我們人不會去吃粉塑 但是這個粉塑最后 也會找到北塔地 它的頭盔上去找我們的北塔地 它雖然你不會去吃一吃 這些太高的粉塑 但因為在海水裡面的東西 它的頭盔生物的累積 小隻魚 小隻魚 吃一點點 但是比較大隻魚 就吃很多種五粒的魚 和魚 這樣一層一層起來 之後我跟大家做一個預告 我們知道幾年 日本311地震 它那個核電廠 福島的核電廠 有很多輻射的物質在海底 現在你去撤海水 都沒有對不對 都撤不到 吃魚也都沒有 但是再過五年 再過五年 大家開始小心 這是我們歷史裡面有經驗的 在過去 在南半球 例如我們的南半球 在法國 美國在那四射 四豹那關主堂的時候 那些的輻射層走到海底 結果走到台湾發言 走到我們吃到的魚 鑽魚 譬如說雞魚 還是鱈魚 會去撤到 為什麼 那是在海底裡面 食物園最高的 所以隨著 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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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的幸福 你早晚吃到 所以五年以後 你如果要去吃三十米 後來就要去帶那個輻射偵測器 去看看會有雞嗎 會有雞 你就吃蠻沒吃 另外一種 還有沒吃就是魚腹 魚腹就是把那魚的肉 由於是雞魚酥 或是雞魚腹 魚腹 魚裡面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海水 他把那水拿掉了 你想看 魚已經給你濃縮一遍 你再做魚腹之後 濃縮五杯 四杯到五杯 那黑暗是這個 濃度會很高很高 所以未來 五年以後 大家要吃 海苗的大隻魚 要很小 這氣候的變遷 時間換差不多了 用這張 用這張來做解釋 這張是科學家 對於我們現在氣候變遷 我們的溫度越來越高 我們溫度越來越高 是因為海水的溫度越來越高 不是我們空氣的溫度 因為海水在頭拍一拍的 黑暗在頭路線 它溫度要降低下來 沒有辦法那麼快 所以你每一天 每一天 日頭越來 溫度越高 它的海水溫度降不下 它的溫度 溫度到現在 溫度 我們現在氣候 其實是受到海牛裡面的 海水的溫度影響很大 我們現在說氣候變成 沒有溫度開 溫度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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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有什麼完全 這是因為全球氣候 因為我們人在這裡做很多事情 最主要是我們利用酒油 我們利用酒油 造成我們地球越來越燙 越來越燙 海水是一個最重要的 這個溫度效應會造成我們未來 這個環境 很大的變化 這種呢 和剛才我們說 魚肉流太多 要怎麼 我們就不要涼 我們弄刺的就好 他說這個黑鍋要怎麼 我們就把它放出水 把它處理得好 我們本手處理得好 把它放出去就好 但是這裡呢 氣候變成 我們已經全球滾滾的時候 海水的溫度增加一度 海水是現在地球百分七十的面積 那麼大的水鐵 你要把它放一度下去很困難 所以這是未來 我們民族的挑戰 很嚴苛 我們如果沒有用 對台灣有比較方向的 想法的價位 其實我們很困難 把這些問題解決 今天時間的問題 關於所有 我今天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